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圓 這是一個美髮頻道 如果還沒訂閱可以訂閱一下 如果還沒追蹤我IG記得追蹤一下 但是我今天沒有要跟大家分享美髮資訊 我要跟大家聊的是 購物搭配 那我這一次呢到了韓國逛街 因為有很多部落客都會說 韓國很好逛啊,很好買啊,很便宜啊 那我是一個男生嘛 但男生資訊真的太少了 因此我就想來挑戰看看 韓國到底是不是好逛街的 我這一次就帶著一個空的行李箱 就到了韓國 我想試看看在這幾天 能不能買到這幾天要穿的衣服 那我們就接下去看吧 Hi 大家好,我是志圓 現在我在我住的飯店裡面啊 今天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行李箱 沒錯,這個現在就是我的行李箱 我這一次來韓國的計畫是五天 然後我就穿了身上這件衣服 然後我帶了髮蠟啊,眼鏡啊,香水啊,襪子 還有化妝的東西 我只帶了三穿襪子 三件內褲,一件睡衣 然後這件外套是因為我以為韓國會很冷 結果根本就不會冷 然後上面就是空的啦 因為我聽人家說韓國很好買 那我現在住在明洞附近 其實我也不是第一次來韓國啦 那我等一下就去逛個街 如果我沒有買到衣服 我明天就沒有衣服穿了 這次的大挑戰就是 一件衣服都沒有帶就來韓國啦 好啦,希望我等一下逛街會買到衣服 然後我等一下逛什麼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計畫可能我想買一雙鞋子 然後可以穿搭 試看看能在今天就買到那些幾天的衣服 總之如果有買衣服的影片我就會把它拍下來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來韓國可以去哪裡買 然後我會怎麼選購衣服 那我們就走吧 我現在準備要出門逛街 然後我們今天已經一天行程完了 所以我就戴帽子一天 我也沒有要整理頭髮 我就穿著早上的衣服 然後還有一雙 我這次只穿來的涼鞋 然後它這個涼鞋後面是可以拆掉 所以它現在是拖鞋 所以我現在就是穿著拖鞋逛街了 我的逛街友伴 你好 叫丁丁陪我們去逛街 還有我姐 戴口罩那位女子 國民姐姐 國民姐姐啦 好啦,我們等一下就會讓大家知道 我們髮型師怎麼選衣服 我也不知道這次來韓國會買到什麼衣服 然後我的計畫就是 如果韓國流行什麼我就穿什麼 韓國有賣什麼我就買什麼 我不會有買不到的狀況 但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衣服的概念 我可能會思考一下它的流行 跟我喜好我要怎麼去接納這件事情 第一站就是逛民洞 說實在我覺得因為觀光客很多 所以很多東西也都在那邊買得到 這也是最方便的 那有時候我倒也不會覺得貴跟便宜 因為我覺得物價都沒有差很多 那如果那邊競爭一點 搞不好買起來還比較便宜 總之我們就在民洞逛吧 給大家看一下 第二邊是我剛剛現在要試穿的鞋子 然後左邊是我原本穿的鞋子 我的菜就是這樣子 它只要底稍微變個顏色 我就是會愛 有啦 你們兩個是一樣的 在趴呢 很時髦喔 有啦 有啦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雙鞋子的細節喔 其實這雙鞋子跟我那裡有點類似吧 我已經沒有打算要試別雙了 我要買這雙 這雙最時髦我要買最時髦 我現在忘了這個Alan算是裡面的服裝分類都蠻清楚的 然後像這裡你看它幾乎用顏色在分類 這裡就是均綠色 那我們剛才看到各種材質跟衛衣 基本上 如果你是比較文青港或比較潮流 還是你想要什麼風格的話 大概都買得到啦 我現在就是在這裡找衣服 然後我剛剛看到最流行的大概就是 我剛剛有拍一個就是毛絨絨的 我看到很多衣服都有做那個材質 我想應該是蠻流行的 還有那種有口袋的衛衣 我應該也會想買 雖然現在好像寒過來有點熱 我買完的時候跟你們分享一下這裡有什麼好逛 真的很好看 它的綠很特別 有點墨綠跟均綠 我要買這件 我先看價錢好了 不看價錢好像太任性了齁 48000韓元 可以的啊 這可可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買什麼顏色的衣服 而且我要跟那張鞋子給它搭起來 好我現在拿到一件我有點喜歡的牛仔褲 通常看到牛仔褲我告訴它怎麼選 我就會先把它打開來看 像這個一看就知道是中筒圍寬的 然後我就會先比看看 因為我很矮 所以我一定會先放在這裡 看我鞋子的長度 其實我很少在試穿 因為我會覺得太長 我就可以折起來就可以了 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因為我有點懶得試穿 所以我就會這樣子 把它這樣量在脖子前 通常如果是要繞一圈繞得起來 我就是穿得下了 然後就會看看顏色啊 然後檢查一下 口袋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時代 考慮一下現在穿的褲子 都會是比較到肚臍這裡 我就會量在自己的肚臍 像這樣我就覺得還可以 然後有伸縮空間 這件就是我的菜 我這次想要走的路線 因為有時候看尺寸很不準 所以你們一定要量一下這裡 那通常這種比較寬版的褲子啊 屁股大家都沒問題了啦 這個屁股大一點的我塞得下 那我這次想要有點 Oversize感一點點 他說這裡不能錄影 然後我趕快買一買回去 要跟大家分享我買了哪些東西好了 好了我們已經逛完街了 而且我們就在一間店 就把錢都花完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 三斤家財的紙袋 而且我更多 我還有買鞋子 我們已經沒錢了 沒錢了 我們第一天就花完了喔 掰掰 我們再穿搭給大家看 這是我買的一頂帽子 很多口袋的潛水藍的工作縮口褲 這是我買的一件衛衣 而且它的左上角有一個小口袋 大概就是一個iPhone11的 綠色那個顏色的感覺吧 這個買的是一件 有點千鳥格紋感 混格子的學院封襯衫 這個是一個外搭的背心 有點亮布亮布的材質 一堆口袋 有點工裝又有點日雜感 這件的話是一個看似平凡的格子襯衫 但其實它是一個 沒有領子的五領襯衫 穿起來一定會超時髦的 這個就不用介紹了 就是我平常內搭內衣而已 一黑一白 白色你看已經有點快要看不見它了 融合在一起 舒服 軍綠色的褲子 沒什麼特色 只是它穿起來版型非常的好 腿很直 我就買啦 這件的話是一個 時髦的黑色大寬褲 一個咖啡色的 有一點也是衛衣感 大家有發現左上角有一個 超可愛的口袋嗎 現在一定很流行這種感覺 這個顏色還蠻特別的 一件中筒的牛仔褲 我不誇張 它掛在那裡我一人就愛上它了 因為我知道穿起來會非常好看 OK以上就是我這次購買到的單品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購物心得 那特別要說的是 這一雙鞋子 上面其實已經都是頭髮了 我真的覺得這雙鞋子牌子很好看 大家真的可以買來搭 而且它的顏色很好看 我的同事是買黑的 你可以看到它有別於一般老爹鞋 它沒過度的老爹 然後它的底又是有點鋸齒 而且穿上去大概會高個兩公分吧 然後我是168男生 所以現在就變170囉 好啦 這是我特別喜歡的鞋子 所以就是硬試拍了它一下 那我自己在逛鞋店的話 那一間我拍的運動用品店 就買到我要的鞋子 我發現比較流行 比較潮的都會擺著比較前面 那這個牌子我根本就沒看過 我只是看它擺在比較前面 我想就是一個很新的鞋子嘛 那我這個人就很想要買新的東西啊 所以我就會先選擇逛前面的 通常我不會逛到太後面 除非我有想要比價格 如果你不是為了比價格 只是為了買款式的話 我覺得前面都還蠻好逛的 其實逛鞋子最重要就是 你就直接看前面擺的那些鞋子 基本上都是現在最當季跟最新的 而且有時候也會買到一些韓國限定的 我有看了一兩間 我覺得鞋子都差不多啦 那我就會在這一間就買完 那我這次買的這個牌子 就是我第一次購買的品牌 那它好像是一個英國的品牌 因為台灣沒有 我在購買的時候我就趕快查一下 欸它台灣剛好沒賣 然後一雙好像是台幣大概三千多塊 那我覺得很帥 而且超好搭 那接下來我就跟大家分享 那些衣服怎麼搭上這一雙鞋子 好第一張就是這一個 我配的是一個均綠色 大家看到那個漁服帽 今年漁服帽真的超流行的 所以你一定要買 還有咖啡色的T恤 那這件咖啡色T恤就是一個小口袋 我真的覺得這次的衛衣都是做小口袋 然後就是中筒的牛仔褲啦 那我配的就是那一雙球鞋 這就是我某一天的打扮 其實我這些照片都有發在IG上 這就是這次企劃拍出來的照片 好第二套呢就是格子的襯衫 這次秋冬一定會流行這種類牽鳥格 好像有點格紋又有點牽鳥格 那種不規則的紋路 那我自己喜歡的顏色大家有發現 我都很喜歡買那些大地色系 很多人都會覺得黑白灰是基本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咖啡色跟墨綠色 也是一個基本款大家可以選擇搭配的東西 這個搭配的話就是我那天買的一件褲子 因為這個襯衫是oversize 但它真的很長 然後我覺得整個扎進去又好像太爸爸了 所以我就扎一半 要扎不扎的感覺 然後我配的也是這雙球鞋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還搭配了當天買的襪子 那我基本上就是墨綠色咖啡色這樣子的搭配 然後這個是我剪頭髮那一天的影片 如果你還沒有看到我剪頭髮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去看我韓國剪頭髮的影片喔 然後這一套淺藍色的褲子 搭配的是我這一次出國穿的一雙涼鞋 因為我這次就只帶了一雙鞋子 因為這件褲子是縮口的 所以我就沒有配老爹鞋 我覺得縮口配老爹鞋好像整個都擁擠在那裡 因為我個子不高 我會盡量穿褲子可以離開鞋子多一點點 這個有機會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 其實就是有一個九分的感覺啦 那我把背心跟那種內衣型的衣服搭配在一起 那這樣子就是我的新的一套啦 淺藍色褲子我很想買的原因 只是因為它的顏色很特別 那我就會買上這樣子的背心 那這個背心的話在我平常 應該也都會是百搭跟好搭的 好 大家有看到這一套 就是黑白格子 這一套衣服呢 在Solota這張拍的就是一個格子的襯衫 那我知道大家都會覺得這件衣服很平板 有什麼好買 那我就是為了它的一個圓領的感覺 因為我這個人滿喜歡穿圓領的 因為我脖子比較短比較粗 如果我穿的是比較有領子的 我就會覺得脖子好像很短 那我裡面搭的就是那件墨綠色的衛衣 就是有一點灰綠感的 那褲子的話就是八九分左右的寬褲 那至於它會八分還九分 就是看你身高而定 鞋子當然又是搭我第一天買的那一雙鞋子啦 最後再給大家看一下我回台灣之後 墨綠色這件衣服我單穿的感覺 然後我配的就是那件中筒的牛仔褲 你看是不是寬度非常的剛好呢 然後我就搭上那個漁服帽 我個人就是一個大地色系的搭配 配的又是那一雙球鞋 天啊我真的那個鞋子真的太好看了 我覺得它很多顏色都很好看 大家真的可以去買 OK以上這就是我在韓國購買到的衣服 那我一開始真的有很怕沒買到衣服 於是我就去了那一間叫阿倫 A L A N D 就是這一間 那我全部的衣服都在那邊逛完 為什麼我全部的衣服都在那邊買呢 因為裡面的風格分類真的太多 然後我一進去就全部都被吸引住 我相信任何打扮的人都可以在那邊找到衣服 但是那邊衣服有一個小缺點 我覺得那邊算是單價偏高一點點 每一件衣服都在一千五到兩千 甚至有到兩千五到三千 各種價位 因為裡面收入的都是一些韓國設計師品牌 但是我真的覺得還蠻好逛的 其實我覺得那邊雖然有很多服飾店 但是如果特別便宜的衣服質感也好像不太好 那我覺得阿倫的話 讓我覺得 搭配起來還有有型的感覺 都一網打盡 而且我那幾天居然在第一天就買完了 我原本以為想說 最壞的打算就是可以去逛一些平價品牌 應該還是能撐撐場面 結果 第一天就買完了 我真的是太佩服我自己了 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硬買 我在買衣服的時候 顏色都會是我的重點 因為那些顏色都會是我日後好搭配的樣子 那這次要跟大家特別推薦的 大概就是那些有口袋的衛衣 以往那些大學T阿衛衣阿都是沒有口袋 他真是做了一個小口袋 讓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那褲子的話 我覺得中筒真的很好搭 如果你是腿短一點阿 或屁股大一點阿 或想要遮掩那些缺點的 中筒只要穿上去 就完全看不到缺點 重點是 那雙很好看的鞋子 我真的太喜歡那個鞋子了 好啦 這次的韓國購物挑戰我想就是 成功 那你說韓國到底是不是真的好買 我個人真的覺得 見仁見智 因為我也只逛了那家店 我把錢花完之後 我就沒有逛其他店 但是我覺得那間店是 大家如果去韓國 都可以去走走逛逛的店 OK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這次購物的搭配的話 你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如果你想看我其他搭配影片的話 就在留言處跟我說 想知道怎麼樣搭配衣服嗎 還是你也想看看我拍這一系列的東西 我很樂於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本人就是很愛逛街跟很愛買衣服 希望你們會繼續支持我拍穿搭的衣服 我是你的髮型師志遠 下次一邊見 掰掰 順帶一提 那你漁服帽真的超級好看 因為那個帽子的顏色真的很少見 重點是它的帽顏比較大 今年非常流行帽顏大一點點 就是帶滴滴的可以稍微遮住眼睛 就會有一種你知道神秘的IDOL感 就這樣 對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